亲爱的同学们,相信在上一节课的学习中,我们跟随着古代的观察高手,穿越时空,细致的观察自然,你一定领略了,那一道残阳,扑水中半江色色,半江红的美景,你也一定感悟了横看成岭,侧成峰,远近高低,各不同的人生哲思,也一定领略了。 梅须训学三分白雪雀疏梅一段香的妙趣图景,真是大自然处处留心,接学问啊。 亲爱的同学们,那么今天我们就跟随着叶胜桃先生走进他笔下的爬山虎的脚,我们继续去体会文章中那准确而又生动的表达, 感受叶老先生那连续而又细致的观察。 好啊,提起叶胜桃先生,你们都有哪些了解呢?我们一起来聊一聊。 我知道,叶胜桃爷爷是作家和教育家。 我知道叶胜桃爷爷写了一本童话集,叫《稻草人》。 为你们的见多识广点赞。 那么在这里啊,唐老师还给你们带来了这样的一段资料,快来读一读,你又有哪些进一步的了解呢? 是啊,叶老先生可是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,尤其啊,我们今天学习的爬山虎的脚,可是他专门写给儿童的一篇文章。 那么此刻,就让我们将叶胜桃先生的名字版输在《观察档案的观察者》一列。 亲爱的同学们,到底叶胜桃先生观察了什么呢? 再来读课题,爬山虎的脚。 毫无疑问,那当然就是观察的爬山虎了。 那么提起爬山虎,你又有哪些了解呢? 我在学校的教学楼前,见到一大片爬山虎,但是好像没有仔细观察过有没有脚。 是啊,生活当中或许随处可见爬山虎,或许我们没有仔细地好好地观察。 没关系,唐老师相信,在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中,你一定会对爬山虎有着更加丰富,更加深刻的认识。 亲爱的同学们,准备好了吗? 相信四年级的你们,课前一定做了充分的御学。 那现在,我们就来玩一个御学大闯关的游戏。 来吧,第一关,这些词语,你会读了吗? 占有,嫩绿,舒服,均匀,空隙,一根精,叶饼,枯萎,牢固,蜗牛,弯曲,一顺。 为你的自证枪员点赞,词语除了绘读,我们还得了解它的意思哟。 第二关,这个词语,一根精,如何理解呢? 对于中年段的学生,我们可以借助图片。 从图片当中,我们去理解,精啊,它是植物的营养器官之一,是大多数植物可见的主干。 那么在这篇文章,对于爬山虎这类大型的落叶藤本植物,它指的是那些不能直立,靠着卷须,或者是锡盘一样的器官,攀附在其他的物体上,生长的精。 亲爱的同学们,理解了吗? 挑战的难度继续加大,词语,会读,理解意思,我们还得会写呀。 尤其是对那些字形结构复杂的汉字,快来看唐老师手中的卡片,叠这个字,上中下结构,上边的右,一定要记住哟,它最后一笔的,那要变为点,中间可是突饱盖哟,尤其是细这个字,快来看,唐老师带来了他的甲骨文啊。 从甲骨文来看,就像阳光透过缝隙所发出耀眼的光环,那他的右半部分,你们看清楚了吗? 两个小字,中间的日要写得贬义学哟,那么上边的小字,竖钩,变成了竖。 亲爱的同学们,现在就提起笔,在书上的填字格上,边写边强化。 好啊,此刻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自己,带着满满的浴血,再来读课文,梳理文章的结构。 快来看,自学提示,莫读课文,跟随高手叶胜桃爷爷,借助观察档案,思考,每一段写的是什么呢? 其实啊,也就是叶胜桃先生观察了什么。 亲爱的同学们,试着填写在观察档案的观察对象这一列。 那么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呢,唐老师给你们带来了这样的方法小提示。 对于中年级的学生,在提炼概括的时候,你一定会关注文章的题目。 因为我们经常说,题目是文章的眼睛,对于我们的提炼一定有着充分的提示作用。 千万不要忘了,那些关键语句中的重点的词语,也一定会帮助我们进行提炼哟。 亲爱的同学们,准备好了吗? 现在,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文章中的第一转段。 唐老师来读,你来思考,写的是什么呢? 学校操场,北边墙上,满是爬山虎,我家也有爬山虎。 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,在房顶上站了一大片地方。 亲爱的同学们,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关注了学校操场北边墙上, 我家,小院西墙,房顶上。 毫无疑问,这些词语全部都是表示地方的词语。 于是啊,第一次然段写的就是爬山虎的生长位置。 好啊,用这样的方法继续缺移,来吧。 第二次然段,我找到了段手锯。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,不几天叶子长大,就变成嫩绿的。 第二句话中,我抓住了重点词语,夜间。 第三句话,那些叶子。 第四句话中的,一墙叶子,这些重点词语。 我发现,这一段四句话都在说爬山虎的叶子,所以我认为,观察对象是爬山虎叶子的样子。 你多么会牵移啊,你就是抓住关键语句中的重点词语,于是提炼出,第二次然段观察的就是爬山虎的叶子。 好啊,继续。 题目就是爬山虎的角,我走进文章就发现,第三次然段的末句,第四、五次然段的首句,都是在说爬山虎的角。 所以,我认为三至五次然段的观察对象,就是爬山虎的角。 多么会,举一反三,关注了文章的题目。 那现在,我们就走进三至五次然段,再来细细的读一读,每一个次然段,又观察的是什么呢? 第三次然段,我抓住了关键句,爬山虎的角长在茎上。 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。 发现,第三次然段观察对象,爬山虎脚的生长位置以及样子。 第四次然段,我抓住了关键句,爬山虎就是这样,一脚一脚的往上爬。 观察对象是爬山虎爬的过程。 第五次然段,我抓住了关键短句,爬山虎的脚要是没处着墙,不几天就枯萎了。 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,我发现,这一段观察对象是爬山虎脚的变化。 好啊,亲爱的同学们,我们就是这样,借助观察档案的提示,我们确定了观察对象,梳理了每一个自然段,作者观察了什么,也由此梳理了这篇文章的结构。 那此刻,你有什么要问的吗? 为什么题目是爬山虎的脚,但全篇不都是在写爬山虎的脚? 叶上桃爷爷是怎么观察爬山虎不同的方面的? 那要解决你们的质疑,咱们还得走进爬山虎的不同的方面,来聊一聊你们的发现,你们的感受。 去感受叶老先生那连续而又细致的观察,去品读那准确而又生动的表达。 亲爱的同学们,快来读一读,共学提示。 莫读课文一至二自然段,聚焦观察对象。 我们可以用横线去画出叶老先生观察发现的语句,你要提炼调点哟。 同时,你可以在这些关键语句中去圈化那些重点的词语,来谈一谈你的感受。 来吧,我们一起走进第一自然段,你有怎样的发现呢? 我从作者的观察中发现,学校北边操场,北边墙上,我家,小院的西墙,房顶,这些词语都是表示地点的词语,这说明到处都长满了茂盛的爬山虎。 感谢静叔同学,你多么会抓住关键语句,圈化重点词语,来提炼。 那么你能走进去,再来读一读,聊一聊你的感受吗? 我找到了操场北边墙上,小院西墙这两处,我觉得其中的北边和西墙这两个词使用十分准确,不是仅仅说操场墙上,小院墙上,作者把操场和小院中的精确方位都写出来了。 我感受到了作者留心观察生活,才能将爬山虎生长位置写得这么精确。 我还抓住了满是这个词语,就是一片一片的意思。 满是这个词,就让我们生动感受到了爬山虎的生长特点是十分茂盛。 这两个方面让我感受到作者表达准确而又生动,并且那么留心观察生活。 好一个北边,好一个西墙啊,如此准确而又生动的表达当中,就像伊诺同学所分享的那样,作者是多么细致地观察生活呀。 亲爱的同学们,就运用这样的方法,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次染断,再来读一读,聊一聊你的发现,来吧。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,不几天,叶子长大,就变成嫩绿的。 爬山虎的嫩叶不大引人注意,引人注意的是长大了的叶子,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,看着非常舒服。 我找到了这些重点词语,嫩红,嫩绿,绿得那么新鲜,我发现爬山虎叶子离个色正,颜色是变化的。 你多么会观察,你抓住了叶老先生的发现,那现在,我们走进去读一读,叶老先生的观察发现,聊一聊,你有怎样的感受呢? 我抓住了舒服一词,联系生活实际,舒服一般是比较令人开心的事情给人带来的感觉。 联系上文,叶圣桃爷爷发现叶子从嫩红到嫩绿再到绿得那么新鲜,这一变化,用了舒服这个词语, 让我深深感受到爬山虎叶子给人一种无比惬意、安逸的感觉。 我感受到作者的观察特别仔细。 好一个舒服,道出了我们心中所有的惬意。 亲爱的同学们,再回过来,再来聊,你还有怎样的发现呢? 我还抓住了这句话,请大家跟我一起读,夜间一瞬朝下,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,没有重叠起来的,也不留一点空隙。 我发现爬山虎叶子还有一个特征,夜间朝下,叶子均匀铺在墙上。 我还想谈谈我的感受,我抓住了均匀一词,均匀是指叶子在墙上分布平均, 间距相等的铺在墙上的样子,联系下文,没有重叠起来的,也不留一点空隙。 进一步说明爬山虎叶子均匀铺在墙上的样子,一顺,眼间全部朝一个方向向下垂, 在这两个词语中,生动形象地感受了爬山虎叶子的样子。 此时此刻,我们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香香同学呀。 亲爱的同学们,不愧是中年段的同学, 他不仅能够走进关键语句中的重点词语,带着我们体会这准确而又生动的表达。 他甚至能够联系上文,联系下文,甚至能够链接最真实的生活体验。 一次一次走进准确而又生动的表达当中, 带着我们体会了叶老先生连续而又细致的观察呀。 亲爱的同学们,唐老师和你们一样, 也有一个小小的发现,快来读一读这句话。 一阵风吹过,一墙的叶子就样起波纹,好看得很。 如果做了这样的改动,一阵风吹过,一墙的叶子就荡起来, 再对比着读一读,你可以想象画面,表达效果上有怎样的不同呢? 符和样,充满着灵动,温柔,轻柔之感。 而改后吹和荡,无法体现出这种轻柔,这份优美。 所以作者动词使用很准确, 生动形象的为我们再现风吹时爬山虎叶子的灵动轻柔。 我感受了作者的细致观察,才描写得这么生动。 是啊,就在这一幅一样的轻盈与荡漾中,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了叶老先生如此准确而又生动的表达。 亲爱的同学们,此时此刻,相信你一定有着丰富的感受。 那就让我们将这些理解送进去,读出我们的感受。 夜间一顺朝下,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,没有重叠起来的,也不留一点空隙。 一阵风吹过,一墙的叶子就样起波纹,好看得很。 感谢亲爱的嘉行同学,是啊,就是这样,在这样的轻盈与荡漾中, 不正是叶老先生在连续的观察,抓住了叶子在动静不同时刻的特点。 亲爱的同学们,还记得课前你们的质疑吗? 叶老先生到底是怎样观察爬山虎的呢? 我抓住了一个词语,不几天,可以感受叶圣陶爷爷的观察一定是连续性的。 于是我总结了一个方法,叫连续观察。 一个不几天,如此准确的表达,让我们感受叶老的观察功夫非一日之功。 正是连续而又细致的观察,才抓住了叶子颜色的变化。 也正是连续而又细致的观察,抓住了叶子在不同时刻的精彩瞬间。 此刻,让我们再次回眸,本节课我们就是聚焦爬山虎的生长位置。 爬山虎的叶子,我们品读了那准确而又细致的叶子。 在生动的语句当中,去感受了叶子在风起时的荡漾与轻盈, 也感受了在无风时的舒服。 亲爱的同学们,此刻就让我们将最丰富的体验,最丰富的感受送进去, 再来读出你的理解吧。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,不几天叶子长大,就变成嫩绿的。 爬山虎的嫩叶不大引人注意,引人注意的是长大了的叶子。 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,看着非常舒服。 叶竟然一顺朝下,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,没有重叠起来的,也不留一点空隙。 一阵丰富过,一墙的叶子就样起波纹,好看得很。 我听出了那份轻盈的荡漾。 亲爱的同学们,那就带着本节课的收获,课下我们继续思考, 观察高手叶圣桃爷爷是怎样观察爬山虎的脚呢? 下节课我们继续探究。